到底是谁的错 六月十四日星期一 今天一早 江小牙的身影刚出现 在班级 我和昨天闯祸的几名同学就跑光了 可我们 我们可没有钱赔给江小牙 江小牙追上了我们 原来她并没有打算让我们赔她钱 江小牙可真够朋友 江小牙说但事情还没 那是铁头害我昨天被一顿臭骂的 所以我们要吓唬她 所以我们要吓唬一下她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我举双手表示赞同 过了一小会 铁头就被这书包闯了进来 我赶快跑过去对铁头 说铁头大事不好了 江小牙来了 铁头很纳闷 江小牙有什么可怕的 我骗铁头很纳闷 铁头很纳闷 江小牙有什么可怕的呀 我骗铁头说你知道吗 你打碎的不是一般的花瓶 而是价值一万的古董花瓶 江小牙要你赔给她 啊不会吧 啊不会吧 铁头有点不敢相信 这时江小牙怒气冲冲的向铁头走来 铁头转身就跑 铁头跑到走廊里 江小牙在后面 穷追不舍 铁头跑下楼梯 哎呀不好 哎呀不好 铁头不是跑下楼梯 而是滚下楼梯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铁头的脑袋 撞到了楼梯上 流血了 魏老师很快就赶来了 我们几个把铁头扶到了 笑一帮铁头指了血 铁头终于没事了 可是我们却出事了 魏老师严厉的批评了我和江小牙 并要求我和江小牙去检讨 并要求我和江小牙写 来检查 下午第一点原本是数学课 去评成了我和江小牙的检讨课 我第一个我第一个站起来承认了错误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骗铁头 可那是江小牙处的主意 我只是我只是我只是个帮凶而已 江小牙听完很生气 老师我也错了 虽然是我是我出的主意 嗯是我虽然是我出的主意 可像铁头要一百万是你小圈自己编的 我本来说要五十万的 嗯 我又说我那都是为了帮江小牙骗铁头 江小牙又说那也不能要一百万呀 都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检讨课变成了我和江小牙的辩论课 辩论会 为老师大喊道 别吵了 是你的错 检讨课变成了我和江小牙的辩论会 为老师大喊道 别吵了 把你们叫家长来 呜呜呜呜呜 我们死定了 晚上我和江小牙双双被打了 我和江小牙双的头发 没什么過 Hail